欢迎来小小政治,我是起耀,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 土团党的江沙国会议员在昨天突然间转态 他就讲说公开支持安华,公开支持团结政府 但是他本身还是保留着土团的打击 他也会继续效忠土团,继续土团的斗争 所以这事情就变得非常蹊跷 一方面感觉他好像是背叛了土团 但是你又不能够用这个反跳槽法去对付他 因为毕竟他的党籍仍然是土团党 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 霹雳州的公正党马上就讲说 大家应该要效仿这个国盟的议员 越多的人来越好,我们无人欢迎 我觉得会这样子讲话是真的没有看清楚 这分明就是江沙国会议员带来的一个盘朵拉盒子 上面还挂着这个炸弹 为什么这么讲 首先其意,其实以民意上来讲 这一个江沙国会议员为什么讲要支持安华 他的理由变得很好听 他讲说因为安华讲说一定要支持团结政府 或者效忠团结政府才可以获得疫区的拨款 所以他为了他的疫区的人民 只好这样子去做 因为他想要得到拨款 其实他在这里要透露的一个这样子的信息 也就是团结政府其实是在用他们有的拨款在买知识 在买选票 凡是接受了这个议员过去 还真的就做实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而且他往后还有补一层 土团的韩沙 他马上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声明讲说 其实这一个团结政府是有在威胁这个江沙国会议员 要效忠他们的 为什么呢 他讲说这一个土团的江沙国会议员 在之前才见了这个反弹会的高级官员 然后韦翰那里来的消息 他讲说这一个国会议员就是受到反弹会的威胁 讲说如果他没有支持团结政府的话 就会被告贪污 虽然我不知道如果你没有做的话 你怕什么了 但是他要尝试透露的就是团结政府 其实一就是在利诱这个国会议员 讲说你来就有拨款 第二如果你不来呢 我就来charge你 我就来对付你 也因此这一个礼包 你看起来是土团送你的礼物 其实本来明面上上面就写着两个字炸弹 你敢接受他的这个指使呢 第一就真的做实了 你是在用这个所谓的拨款去买这个选票 还是买议员 第二呢 就是你还就真的会给这个国门开始炒作 讲说呢 你真的是有去威胁人 那时候就比较难洗清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蛮明显的原因 第二点 团结政府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到这额外的一票 那有很多人讲说啊 团结政府现在随着这个赛萨迪出走 还真的只有147张票 要多一票才有三分之二 但是大家要记得的是呢 赛萨迪虽然是出走了 但是他有承诺讲 在任何的这些改革的议案上 假设其实是跟姆达契合的话呢 他都会愿意支持 换而言之 其实我们现在讲的很多这一个 比方说这个总监察厂的权力要分开啦 我们讲说 可能是这个选举法令啊 等等要改 其实姆达都应该会去给予支持 这也就是为什么姆达跟之前西蒙 会走在一起的原因 就是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 所以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到 另一个国门的票 我觉得这一边倒不一定 OK倒不一定 没有这个急迫性 那我们再往下讲 是最严重的一点了 也就是现在这一个案件 其实是坐落在 法律的灰色地带的 意思是讲说呢 你感觉名义上呢 他其实就是一个 我们所谓的背叛还是跳槽 但是实质上 现在的反跳槽法治不了他 因为他没有改党纪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这个土团的江沙国会议员 真的是效忠支持团结政府 那团结政府也真的是接受了 给不款 还是呢 就真的是讲 哦好 那你以后呢 就是我们团结政府的这个人 接下来 会不会导致 更多更多 朝野双方的这些议员 效仿这样子的举措 会不会打开 这样子的一个门道 然后呢 就出现 所谓潘多拉盒子 就这样打开了 所以呢 如果这个案件真的是可以了 团结政府真的是 是接受了 那请问 如果有团结政府这边的议员呢 一样的做法 像是之前的 ST 十个国会议员呢 他们就讲 他们继续留在国阵 然后呢 他们支持这个国盟 支持这个慕尤丁 做这个首相 还是支持哈蒂阿旺 做首相 这个时候 你要怎么去应对 OK 你之前 如果你现在开了 一这样子的一个先例 你讲说呢 土团这边是可以过去的话 那接下来呢 其实这个反跳槽法 就寻同虚色 OK 而且不只是国议员呢 I mean 可能州议员这边 州议会这边呢 也会乱成一团 OK 就是所有的人 都是保留自己的党纪 都将校方彼此 那个时候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国盟 在这些州选前后 他们讲了 所有那些 所谓的变天新闻啊 然后讲说 他们有那个数字啊 讲他们之前呢 到底怎样跟人家谈融 这所有的事情 其实都会变成 成真 你知道吗 真的会变成 人心惶惶嘛 现在为什么 我们可以那么的安定 我们会觉得 这一切都是谣言 就是因为 你对于一个正线 知不知识 其实是跟你的党纪 绑定的 你的党里面 是有所谓的党边的 意思是这样 在很多的情况下 你是必须要遵从 这个党的这个指示 你是需要遵从他的这个意志的 所以如果党纪 跟你本身的这一个 你知识谁是脱离的话 就变成 其实你是什么政党 完全不重要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是图团 你是伊斯兰党 又怎样 可能你心是在公正党 你心在心动党 倒转来也是一样 你是公正党又怎样 可能你心在图团 这样子 这个人民选你出来 还有意思吗 OK 人民在很多时候 其实那时候选你出来 就是因为你所在的政党 还有你政党所代表的这个理念 如果我选这个图团的人来 结果他代表的是团结政府的人 那人民一定生气 一定气死 那我投你来干嘛 倒转来讲 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 所以你会看起来说 团结政府有一票 不错嘛 但是你要看这一票 后面的代价是什么 他的这个代价是造成 这一个国家 反跳槽法开始失效 然后全部人 开始有这样子的可能跟机会 看到了这样子的契机 可以随便往利益去追逐 所以他带来的一定是国家的大混乱而已 所以你看清楚了这一点呢 你再看回霹雳州的公正党讲说 他支持这个东西 希望国民议员多效仿的话 我真的是有时候想笑一下 OK 就是你仍然没有看清楚 上面写的这个炸弹这个字 还是你没有看清楚 这其实就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好 所以我在这里就劝请了 我真的觉得团结政府也好 安排也好 千万不要伤这个档 不要因为一张票呢 就真的是丢失了整个长期建议以来的 这样子的美好的这个铺层 尤其是反跳槽法的这个成立落实 真的是不简单 而且它的效果也是很显著的 至少国家在没有这种动断不安啊 每次要变天的这个新闻底下呢 大家是可以专注于做自己的正事的 所以不要硬销十大盒 打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 OK 之后这期想要就是跟大家聊到这边 我们再见 拜拜